让我在无误 城市里飞 还剩太多 蝴蝶没睡 夕阳总无影反顾 不嫌弃我的肩膀 有动手像我一样 总是期盼 怎么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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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酱了 然后试一个拉吧 最后吗 你说 会不会像这首歌啊 也不一定 可以试一遍 如果特别像儿歌的话就这么干 回到童真的时候 觉得呜好还是 所以现在投一投票 因为我们也唱过啊了 现在两票气票 然后三票是呜 因为会有很多就是会有半唱跟你一起唱 可以可以 但是那个那个呜要呜的再长一点 就最后那个音 好 然后到处就是大家一起来 呜 伪奏是找谁录啊 一堆人嘛 郭老师一人找八百种音色 反正就是有那个群感一点 我觉得有点破碎和悲悲状 但是又是温暖的 是 它很复杂 暖丧暖丧 嗯 但它可贵的地方是它还是暖的 嗯 就是还是有这个破碎里面的一点希望 是 就像蝴蝶一样 护腾 这次真的是张多索的歌 你们第一次没有这种大高音 对 说本来说是伎调嘛 伎调可能会更 更明亮一些 对 还想要那个桑的劲儿 哈喽 大家好啊 蝴蝶这首歌呢 是我在上个月的18号收到demo的 当时一听就还挺喜欢的 然后一看词儿我就更喜欢了 这首歌呢 我觉得是一首能看到自己很多影子的一首歌吧 就是它的很多词儿都写得让我很感同身受 说一下比较喜欢的几句词儿吧 首先就是那一句 太多人故作坚强 那也会累吧 望着那故乡的家 决定下不发 意思就很明显 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句话都会有感受 会让自己故作坚强 因为是没办法去在外界或者在很多时候展现自己脆弱的一年 有些词儿我觉得写得很美 就是 美好的就在身旁 或许一束花 其实戏品这句话我会觉得 美好的不一定就是什么大的事情 就是大的成就 大的收获 一朵不起眼的花 你仔细看看它 你发现它也是挺美好的 它在你看到它的那一刻 也给你带来了 愉悦的心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在很多时候安静的看风景的原因 就会觉得那一刻世界也很安静 然后自己跟这个环境仿佛为了一体 还有就是 他若去向远方我会给予他祝福 这个就是 很多很多人或者很多 有过一段缘分的事物吧 他也是陪伴过我们一段时间的 并且 可能也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即使最后是 因为什么原因什么方式而 不得不分开了 他若去向远方 我会给予他祝福 我最开始想往后挪一点 但是真的是越听越上头 然后我就会忍不住的想赶紧把这首歌给弄出来给大家听 但是也做了很多工作 做了很多准备 并且 也花了很多心思吧 在上面 毕竟那个手绘也是我自己绘的好吧 这只有点细床细床 这只有点小肥 再补充一下 哦 正好三个孔 你看 这样的啊 以后别人看到这个都知道是我了 看一下 经典一下 因为我画的非常棒 然后那个蝴蝶呢 它会停留在一个绿色的根茎上 看起来就像蝴蝶花一样 然后我觉得也是一种美好的寓意吧 在收到那个蝴蝶的母带之后 我把我朋友圈的那个什么个性签名吧 改成了再飞更远一点吧 对 我觉得这句话送给我自己也送给你们 就是希望我们都能一起越飞越远 很多人说蝴蝶应该是属于春天的 但我觉得这个春天不一定就是季节上的春天 也可以是我们心里的春天 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充满成绩 所以我也决定在这个秋季吧 然后把这首歌发给大家听 然后也希望这首蝴蝶能够陪伴大家 一直度过冬天 再应见下一个春天 OK 大家说这么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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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